宣傳 好我們今天開始上那個 憲法最後一堂喔 就是權力分立的部分 恩權力分立的部分其實 這幾年比較少考 這是這幾年工法上 因為工法通常都跟行政法一起出 然後 就會 因為一起出的情況底下他可能就同一張考訊 他同時會 限法也可以考 行政法也可以考的話 通常是考基本權 然後可能別的小聽 就可以去處理行政法的問題 所以這幾年的權力分立真的是比較少考 但是以國考來說 但是為完整性我們還是要講 然後權力分立大家先看一下講義 就是我們講義沒有 這次沒有很多頁 這次才看一下 這才13頁而已 就是算很少 但是要講的東西大概就還是那一些 我們在進入權力分立之前 我們要稍微先看一下 權力分立他可以分為兩種 他可以分為水平跟垂直 水平權力分立的意思是 就是像比如說行政 立法 立法 三權之間 當然啦 就是還有考制跟監察 但是我們主要就是講行政 立法 司法 三權之間 他們彼此之間要怎麼互相制衡的問題 其中又以行政跟立法之間的關係 最會考 那這個也是我們待會再講 我們講義會分為兩部分 你可以稍微先看一下在第一頁的部分 第一頁以下就是水平制衡 然後第九頁以下就是垂直制衡 所以我們水平制衡主要都在處理 行政跟立法權之間的互動 就是他們兩個之間的互動 大概會是如果你考到水平權力分立會考 那垂直權力分立的話 大致上就是中央跟地方之間的問題 也就是說某一些事項 到底哪些事項是中央要主導 哪些事項是地方要主導 保留給地方 中央原則尊重等等之類的問題 這個是垂直權力分立在處理的 所以我們權力分立大概就是處理這兩大塊 然後就分別往下走 那我們在要進入水平制衡之前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就是 這一張我們大概 就是這一個主題我們放了幾個題目 第一個放90年司法官 討論行政院片面停止執行預算案頭 是關於520號解釋 再來放101年的這個 101年的這個憲政慣例 就是關於副總統 憲政慣例的部分 他是出現在419號解釋有在講 就是419號解釋的主要爭點 是在討論副總統可不可以兼任行政院長的問題 就是過去連戰副總統 他兼任行政院長的問題 再往後看 再往後看就是有最近 最近最近最新的這個大法官解釋 729號 現在也不算最新的 但104年的時候做的 就是新的大法官解釋 729號解釋 就是在講國會調查權的問題 那我們就要再往回推 看到585號解釋 就是國會調查權的問題 就幫大家順便整理一下新的四字 那到這樣子左右 大概就是水平制衡的主要要講的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水平制衡他有兩個很重要的解釋 第一個是520號解釋 第二個是419號解釋 這兩個主要都是在講 520號主要在講行政跟立法權之間的互動 然後419號解釋是在講 關於行政院長他去 副總統去接任行政院長 或者是說一些其他相關 比如說立法院他去請總統要報告 像這樣子的徵典 那等一下一起講 主要就是說520號跟419號解釋 如果你時間來不及 就是說你憲法金證有沒時間唸 然後你基本權也唸完了 你想說權力分立要唸一點東西 那就是這兩號解釋 520跟419這樣子 那另外像729這種國會調查權 他就是比較偏實事的問題 就是有時間的話你就得看 因為他就是新解釋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進入90年司法官這一題 90年司法官這一題他說什麼 他說行政立法兩院因為行政院片面 片面決定停止執行法定預算 導致發生這個適用憲法上的爭議的時候 應該要怎麼解決 然後他說請你由憲法跟憲法徵修條文 憲政體制然後憲法結構 大法官解釋等等的來討論 所以整個的問題就是在於說 我們憲法的結構是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 原因是因為立法院他是有這個民意基礎的機關 所以原則上行政權要向立法權負責 但是現在整個問題的真點就是在於說 如果今天立法院他決定出一些預算案出來 必須要當他決定完出來之後就會是行政院你要去執行 因為行政院行政權屬於執行面的部分 那行政院可不可以講說 好啊那你去表決你的 但是我我的結論我就是不要去執行 你還是送過來我這裡但是我不要去執行 因為這是我行政權的這個部分可不可以 那我們就要去看這個520號解釋 但在看520號解釋之前我們必須要先去整理行政權跟立法權的互動 這個互動的規定是規定在 過去規定在憲法57條不過後來有修 就是徵修條文的部分有把它給就是改掉 所以我們直接看徵修條文就好 如果你手邊有法條的話看一下徵修條文的第三條 憲法徵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是重要的條文 如果你沒有時間的話這一條條文是要看的 因為這條條文就是比較複雜 然後變動的比較多 那這邊幫大家整理 好憲法徵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它在處理行政權跟立法權互動的問題 好憲法徵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它在處理行政權跟立法權互動的問題 就是或者是第三頁有一個很大塊的空白可以寫 因為它很多 對第三頁下面有一個很大塊的空白那邊可以寫 憲法徵修條文在處理行政權跟立法權的互動 好我們先看憲法第三條第二項 憲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 它說順便連第一項一起看好了 它說行政院長由總統任命之 行政院長辭職或出缺的時候 總統沒有任命行政院院長之前 由副院長暫行代理 那這個就是第三條第一項的規定 這個還好沒有很難 好我們主要看第二項 它說行政院依照左列規定對立法院負責 憲法五十七條的規定請此適用 所以五十七條我們就現在直接看過來 這個憲法徵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 第一款它說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 及施政報告之責 它說有提出施政方針跟施政報告之責 然後立法委員在開會的時候 有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 質詢之權 所以如果我們從第三條第二項的一款看的話 是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有提施政方針跟報告之責 那立法院對於行政院長跟行政院各部會首長有質詢之權 所以立法院可以對行政院院長跟各部會首長質詢 所以立法院可以對行政院院長跟各部會首長質詢 好 再來我們看第二款 第二款